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唐纳德、特朗普在内华达州的最新胜利 这不仅使他的总选举人票数突破了300大关 更是自2004年以来共和党首次重新掌控内华达州 这场竞选的激烈程度不容小觑 特别是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竞争 随着特朗普在七个摇摆州中赢得六个 仅剩的亚利桑那州成为焦点 哈里斯需要克服巨大的票数差距才能逆转局势 此外,我们还将探讨路易斯安那州的税制改革 由共和党州长杰夫·兰德里推动的减税法案 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特别是在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上 这一法案可能面临挑战 因为如何在减税与维持州政府运行之间找到平衡 成为了当前的热点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风云变换的政治舞台上 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展现了他无法忽视的影响力 这位前总统与美联社宣布的选举结果中 成功赢得内华达州 并使他的选举人票数突破300 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又一座里程碑 内华达州自2004年 乔治·W·布什获胜以来首次回归共和党怀抱 而这一胜利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 更象征着特朗普在全国政治版图中的稳固地位 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 特朗普在该州的胜利是由于他在农村地区的强烈支持 即使在2020年大选中 这些地区也显示出对他的偏爱 内华达州选民结构错综复杂 大部分地区是特朗普的铁票区 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民主党控制的华盛顿线和克拉克线 特别是后者涵盖人口密集的拉斯维加斯 记得2020年 拜登在这两个线的出色表现 祝他赢得内华达 但今年特朗普却成功逆转 取得了胜利 此番胜利是他和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在内华达州多次竞选活动后的结果 而哈里斯的努力似乎未能如愿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15分 被正式宣告为赢家 当时他的选举人票已达301 高于哈里斯的226 在这场选举中 特朗普在7个关键摇摆州中已赢得6个 仅剩亚利桑那州尚未揭晓 根据最新的投票数据 特朗普在亚利桑那的支持率 领先哈里斯6.4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他在此州亦有很大胜算 美联社估计 当地选举官员已计算了约82%的选票 而哈里斯需要在剩余的票数中 获得压倒性的支持 才能扭转局势 值得注意的是 乔·拜登在2020年 曾成功赢得亚利桑那 成为自1996年克林顿以来 首位赢得该州的民主党人 然而 特朗普在2016年 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击败了希拉里 克林顿 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不仅在于目前已揭晓的结果 更在于接下来可能左右局势的 亚利桑那州 这场选举的结果 将对美国的政治版图 产生重要影响 而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较量 也让全美选民屏息以待 内华达和亚利桑那的结果如何 将是未来几天的关键焦点 正如美联社所言 特朗普在内华达州的胜利 并非偶然 而是基于对该州选民结构的 深刻理解与战略部署 当选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这次击败了卡玛拉 哈里斯 这一结果的宣布 是基于民主党最强选区的 未计算票数 不足以弥补特朗普的 4万6千票的优势 实际上 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胜利 就已经确保了他的连任 而内华达的获胜 紧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 美联社对选举结果的宣布 是一个谨慎的过程 只有在确定落后候选人 无法追上领先者时 才会宣布结果 这次内华达州的结果显示 哈里斯需要获得85%的 剩余票数才能翻盘 而这对他来说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这次胜利再次证明 内华达在全国总统选举中的 预测能力 尽管在2016年 支持的是民主党的 希拉里、克林顿 但这次 他们选择了回归共和党的怀抱 在这场选举中 最终的计算票数 来自支持民主党的 克拉克和华销线 然而 这些选票未能以足够的优势 帮助哈里斯超越特朗普 过去几天内的计票过程显示 特朗普的优势逐渐缩小 但哈里斯未能在更新中 取得突破性进展 而对于如何宣布选举结果 美联社提供了一个透明的过程 解释为何 在美国选举中宣布胜者 这是其增强对选举 和民主解释性报道的努力之一 同时 在路易斯安那州 州立法者们 正如火如荼地推进 由共和党州长 杰夫·兰德里主导的减税法案 这项法案的目的是 简化所得税率 并废除企业特许税 着眼于为州内居民 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 本周的立法会议中 法案迅速通过各个委员会的审核 但在民主党立法者 与部分团体的反对下 这一进程面临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 法案的一大亮点 是将个人所得税 固定为3%的平坦税率 同时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扣除额 非党派政策智库的研究显示 这是一次适度进步的提议 然而 民主党众议员马修 威拉德对此提出质疑 他认为这些改革 对低收入家庭的帮助有限 根据他的分析 年收入在25000至3万美元 之间的家庭 只能获得微薄的退税 这与他们的需求相距甚远 这一说法 引发了更多对税制改革影响的思考 面对这些挑战 路易斯安那州税务部门的 秘书理查德·尼尔森表示 提升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的关键在于 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他强调 减税并非唯一解决之道 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 才是长久之计 若这些法案最终通过 预计州政府将面临超过 10亿美元的财政缺口 这将考验兰德里政府的财政调控能力 无论在全国还是州层面 这些政治动态 无疑对选民的生活 产生深远影响 从特朗普在内华达州的胜利 到路易斯安那州的税制改革 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 当前美国政治舞台上 不可忽视的篇章 随着时间的推进 选举结果 政策改革如何落地 将成为影响美国 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看看特朗普赢得内华达州的情况 不得不说这是他政治智慧和战略的完美体现 自2004年以来 这个州再次回到共和党的行列 这能不让人联想到克林顿时期 民主党在南部各州的连上 这是特朗普在政治棋盘上的 又一次完美布局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说好像特朗普能预测未来一样 他的胜利更多是因为内华达的选民结构变化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选民对他的一种盲目崇拜 这就像是人们对于天桥风云 里那些不切实际的剧情的迷恋一样 并不是他的政治策略有多高明 谢琪琪 你说的没错 选民结构确实是一个因素 但这也证明了 特朗普对选民需求的敏锐把握 就像一位出色的厨师 能煮出符合当地口味的佳肴 这可是政治家的基本功 当年林肯也是以这种洞察力 赢得了总统宝座 楚天书 你可别给他贴金了 特朗普的策略 有时候就像是怪博士与机器娃娃里面的荒诞场景 靠的只是喊口号和夸张的姿态 而非实际的政策落实 选票的背后 是很多选民对现状的不满 而非对他个人的信任 好吧 谢琪琪 你说他靠的是喊口号 但这不正是政治中的常见手法吗 就像当年罗斯福的新政口号一样 他给当时的美国人带来了希望和方向感 特朗普的成功 也许正是因为他能引起选民的共鸣 这在政治上已经是半个胜利了 楚天书 你把特朗普比作罗斯福 这就有点过了 罗斯福的新政带来了实质性的经济改革和福利 而特朗普的施政更多是靠分裂和对立来维持支持 去看看特朗普的政策 有多少是持续且有效的 就明白他不过是个出色的秀场主持人 靠制造新闻来吸引眼球罢了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为绕特朗普在内华达州的胜利展开 二者之间的碰撞展现了对于政治现象的不同解读 楚天书认为特朗普的胜利是其政治智慧和策略的结果 而谢奇奇则指出 这一胜利更多源于选民结构的变化 和对特朗普个人的盲目崇拜 楚天书的论点试图将特朗普的胜利 与历史上其他政治家的成功相提并论 强调了他对选民需求的敏锐把握 然而这样的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特朗普的胜利病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够理解选民的需求 而是因为当前社会中的不满情绪 这样的情绪往往指向的是一种对现状的不满 而非对他个人的信任 这一点谢奇奇有力地指出 特朗普的策略更多依赖于口号和情感操控 而非实质性的政策落实 这使得他的知识基础非常脆弱 并不具备持久性 谢奇奇的反驳也为楚天书的论述 提供了更为深刻的视角 他把特朗普比作《怪博士与机器娃娃》中的荒诞场景 强调了特朗普施政的戏剧性与短期性 这不仅凸显了特朗普政治策略的表面化 也反映出一众对于选民情感操控的批判 这种批判不仅针对特朗普个人 更是对当前美国政治环境的一种深刻思考 在整场辩论中 楚天书是图从政治智慧的角度 分析特朗普的成功 而谢奇奇则从选民心理和政策失效的角度 进行质疑 两者的辩论 既展现了对特朗普现象的不同看法 也引发了对于当前政治环境的深入思考 总结来说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 不仅在于对特朗普胜利的解读 更涉及到对政治家角色的思考 楚天书的观点 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参照性 但缺乏对现实政治复杂性的认识 而谢奇奇的观点则 更加贴近当前的政治现实 提醒着我们 在看待政治事件时 应该更加注重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这样的辩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